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10號下午到苗栗頭份敗廟 一下車迎接政仗可不笑 苗栗縣前縣長徐耀昌 帶領的議長李文斌 副議長張淑芬 還有議員徐公凡江嘉玲 其餘政長明代都來迎接郭董 一一握手打招呼 真功贊不贊 贊 以郭董為中央舞排排座 大合照比出一個贊 拜媽祖大家有共同信仰 國民黨同志們見面比較沒壓力 來者是客啦 我們苗栗人都很熱情 那任何後選人來 我們都會非常歡迎 李游可以是兜信媽祖 或來者是客 倒是前縣長徐耀昌 直接表態挺郭 我跟郭台銘的弟弟郭台強 二十幾年的兄弟相稱 一公來講 說實在的 我們台灣都欠郭台銘一個人情 所以一公一私 我毅反覆 郭董拜晚廟晚上在苗栗 還有造勢晚會 出席的人有 平同縣議員王景山 駐蔣貴賓 包含了苗栗縣議員徐公帆 苗栗縣長中東景 還有前縣長徐耀昌 只不過晚會之後 除了中東景 其他藍營人士恐怕又會接收到 黨主席隔空告誡 任何如果傷害我們的提名同志 或者是造成分裂 這是所有同志 或者是所有的藍營支持者 是絕對反對絕對不願意樂見的 朱立倫10號早上才剛批完 有去參加郭董在屏東造勢晚會的黨內同志 包括屏東議長周典倫 議員曾義雄王景山 主持人盧文欣也是藍營議員 郭董選總統不放棄 國民黨兩隻母雞裁判官就怕 不管怎麼吹犯規 小雞們還是脫隊站錯邊 TVB新聞謝古鑫 許麗凡 羅惟欣苗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期錄 真的 再阪